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871集 不安 随着三大天人 一死一残一逃 这一切立刻就让大地上的四大宗门的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之前脑海里早就掀起的惊涛骇浪还没平复 一步步掏天巨浪就又再次袭来 一时之节 神情变幻 骇然震撼 尤其是三大宗 他们更是颤抖中满脸绝望 其中的道和月修士内心哆嗦 看向白小春时充满了无法形容的恐惧 而星和月原本因老祖没死 心中能好过一点 可却因白小春那一句话 自家老祖竟不顾道友逃走后 如丧家之犬般被吓得不惜喷血 也要在三西内疯狂逃走的举动 弄得复杂中 内心也都绝望中透着茫然 可相比于他们最绝望的则是集合院了 天人老祖死亡 代表着集合院从此之后将彻底沦落下去 甚至在中游修真界的地位也都将被彻底撼动 此事太大 影响集合院每一个修士 使得他们此刻在这绝望的情绪中 一个个眼中都赤红 内心发狂 奇怪的是 他们居然不恨逆河宗 毕竟逆河宗原本是被入侵的一方 而白小春的强悍 虽令他们心神震颤 但更敬畏无比 根本不敢去恨 他们内心最恨的就是星合院 而他们的老祖死亡前的诅咒 以及凄厉残壮 更是让他们对星合院的恨 达到极点 但此刻不是杀向星合院的时候 可这场战争 集合院已经不想参与了 他们立刻就选择了后退 几乎在集合院退后的瞬间 星合院以及道合院的修士 也都没有了丝毫的斗志 他们内心惶惶 恐惧无比 老祖都败了 宗门的象征都坍塌了 他们此刻只有一个念头 逃 忽然间 三宗修士 如山体坍塌一样 木然后退 一个个都不敢继续厮杀 只知道急速逃走 而逆河宗内 此刻众人的阵痛 也是不遑多让 宋君文 眼看着白小春 华丽到来 出手 斩杀天人 一举定乾坤 这一幕幕 让他觉得恍惚 喜悦的同时 也似因白小春成长的太快 以至于让他这里 升起了 仿佛与白小春之间的距离 有些遥远的错觉 无极子 一样目中复杂 脑海里浮现出 对方当年在血腥中的一幕幕 其身边身体虚弱的血眉 也是如此 他对白小春了解不多 可当年的误会 让他有时候回想 也觉得唏嘘 整个血腥一脉 震动无比 而比他们还要震撼的 则是灵犀一脉了 那些长老 还有很多弟子 他们对白小春不陌生 眼下 看着白小春一路成长到如今 他们的心神 剧烈的激荡起来 尤其是李清侯那一脉的弟子 更是这样 上官田有低下了头 内心苦叹 北韩里也沉默不语 心底复杂的同时 也有无限感慨 山门内 那只兔子 猴子 还有所有逆和宗的强者 一个个都是内心复杂 更多的是振奋 尤其是掌门郑远东 他们此刻激动的难以自控 众人心神的各种思绪 很快就被无数逆和宗弟子的欢呼所取代 这一战 让逆和宗爆发出惊天的欢呼 在这欢呼下 无数逆和宗弟子激动无比 眼看三宗逃顿 立刻逆和宗四脉内的长老之辈 就抓住机会大吼起来 杀 给我杀 随着那些长老的吼声 所有的逆和宗弟子都一个个的振奋无比 全部都发出咆哮 纷纷从山门内冲出 追杀出去 灵溪一脉的阵法巨人 此刻重新凝聚 那数百巨人 此刻迈着大步 手中拿着大剑 或是各种法宝 如同利剑 直接刺入那崩溃的三宗大军之中 追击星河院的修士 那条被重创的天脚墨龙 此刻也咆哮中追处 一路横扫 而血系一脉 此刻也是如此 在血系老祖的操控下 宋军晚也都精神大振 操控血界 与无极子等人直接杀向道合院 铁袋也咆哮中冲出 带着无数凶手 更有尸魁魔头 还有玄熙与丹系一脉 直接杀向集合院的 修士军团 整个逆河宗 在压抑 濒临绝望之后 此刻 岂是彻底崛起 白小春眼看如此 内心终于松了一口长气 实在是这一战 他背负的压力太大 他是整个逆河宗的关节 容不得出现半点意外 一旦失守 今日的局面 逆河宗危险 毕竟从人数上 三宗的修士 还有几十万之多 而逆河宗能战之人 已剩下了不到两万人 这种形式 稍微一个处理不好 就会让逆河宗覆灭 而白小春 就算战力再强 也无法去面对十万大局 所以 这一战的关键 就是与那三大天人的战斗 这也使得白小春只能去冒险 其心神消耗极大 而之所以 如此顺利的取得胜利 实在是 那三个天人老祖 来自不同宗门 彼此本就有矛盾 有竞争 甚至随时都可以回头灭了彼此 在这样的关系下 若是顺风的局面还好 一旦遇到逆风 那么 他们三人的关系 就是最大的裂痕 实际上 若是他们三人 真的能齐心同力 彼此没有半点退路的联手 这一战 不说击杀白小春 可也能让白小春 在牢狱救援 疲于奔命之下 遭受重创 进而 最终灭了逆河宗 如果换了是蛮荒中的四大天王 与大天师 哪怕他们的修为 与这三位天人一样 都是繁品天人出气 可凭着他们的联手与意识 白小春死战不退的情况下 莫叛斑 最终击杀白小春 也不在话下 也就不会造成如今 一死一财一逃 狼狈至极 使得三宗修士 都彻底没了斗志 白小春想到这里 也都心到侥幸 可看到宗门得救 他心中也激动无比 此刻目光一闪 直奔战场一步走去 他的出现 顿时就让这本就溃散的三大宗门的修士 彻底的崩溃了 之前在这逃顿中 还有些抵抗 可眼下 却是半点抵抗都没有 一个个都爆发权力 不管不顾四散之下 急速逃顿 放眼看去 整个战场 一片混乱 三宗修士 恨不能多伸几条腿 根本就不顾身后 而逆和宗的修士 此刻激动中 却因之前的弱势 在那些长老的指挥下 彼此配合联手 短时就越追越忙 而白小春这里 他重点是选择 那些三宗的原因修士 所过之处 立刻出手 带动拳场的同时 他也不断的在救援 更是寻找李清侯 以及侯小妹的身影 只是 这战场太大 如今又在这追杀中混乱 白小春一时之间 没有找到 内心隐隐有些不安时 铁袋从远处猛的冲来 到了白小春身边后 他已缩小 激动无比 不断的用头轻撞 白小春的身体 似开心的不得了 白小春也笑了 对于铁袋 他也想念 更是逆来 此刻轻轻的摸了摸 他的头 目光落在他身上的 那些疤痕时 他的目中深处 已经有了怒意 赶伤铁袋 这事还没完呢 白小春咬牙开口 抬起手摸着铁袋脖子上 那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铁袋 这几天陪我出去一趟 找找给你身上留下 这些疤痕之人 找得好 我给你做出 白小春立刻开口 铁袋闻言 也大声咆哮起来 可只是吼了几声 他注意到 白小春的手 放在自己脖子的疤痕上 思想到了什么 忽然目光有些烂淡 更有悲伤 注意到铁袋的表情后 白小春一愣 随后内心咯噔一声 他太了解铁袋了 也明白铁袋的速度 就算是中游三大宗门的天人 想要在他脖子上留下这么一击 也须进行一些埋伏与布置才可 而且明显的 这伤势应该是在铁袋 无比的交集中被人斩下 而且看起来应该是在数月前 乃至更久的时候留下 是什么事情 让铁袋交集的忘记了自身呢 又是什么事情 让他居然没有选择逃短 而是落入了圈套 想到这里 白小春呼吸陡然极促 眼睛猛的睁大 之前隐隐的不安 此刻充斥心头 属然问道 铁袋 我李叔呢 还有胡小妹呢 他们在哪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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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